至于中国银监会的数据 截至今年年中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寄欠银行业人民币9.7兆元 占银行业所有贷款的14% 今年第三季 中国四大银行的坏账金额 增加到2010年以来的最高 中国当局似乎认识到 地方债轨机一触即发 希望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现状 但是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今天的焦点纵横 我们为您请到 美国南卡罗兰大学 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 为观众朋友顺度解析 谢田博士您好 您好 目前中共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 已成为中国经济的 主要系统性风险之一 中当局也已经认识到 危机将要爆发 由于理清地方政府的债务现状 避免民众将地方债的账 算在自己头上 不过要来请教谢田博士 您认为 中国地方债这笔账 是否真的能与中央划清界限 不会向上延烧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确实是非常非常危机 就是说中共中央政府向地方派出了许多调查组 过去一两个月之间 试图就是说查清这个地方债的规模是多少 那现在看来好像这个调查组查完了回来了 他那个数据呢 却没有像这个 像世人 像世界 像中国百姓来公布 那么就是说 他不敢公布的话呢 一定是这个债务一定相当的高 会就是说 超过了可控制的范围 那外界的估计呢 可能至少就是在20万亿人民币之上 那从地方政府来讲的话 他当然希望就是说 最后还是要 我倒不认为地方政府想 希望跟中央划清界限 他们实际上最后呢 他还因为这个中国不是一个自由公正选举的那个政府 它呢实际上是从上之下的认明的 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制度 而地方政府的借贷 事无忌惮的借贷 也是希望以后这些债务呢 最后由中央政府买单 所以看来呢 实际上是这个中央政府呢 给予就跟这个地方政府划清界限 那他们去清查这个呢 也是这个目的 希望地方政府能够负责任一点 少借一点 或者以后能够偿还一些 但现在看来呢 这可能已经为时已晚 就是说这个地方债务呢 政府的债务 几千家的地方融资平台 可能20万亿甚至更多的债务呢 已经形成 并且呢 它这个后果 我们知道这个还贷的高峰呢 就在今年 今年下半年 大部分都已经到了还债的高峰 所以这个问题呢 不管是中央的地方想澄清责任也好 或推卸责任也好 看来他们谁都推卸不了 并且呢 似乎在这个无底的黑洞中呢 他们可能要一起 那个堕落下去